人家把钱给你送回来了 这足以看出夏童的人品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呢 那也不行 现在这个女人在外面的谣言 那可是满天飞啊 你说她这么不三不四的 跟那么多男人同时交往 我们林家哪容得下这种人啊 你说人家孟琪 大老远地从国外飞回来 就是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不许你这么说她 我相信她 她不是你说的那样 你相信 你自己看看 好吧 不可能 我相信夏童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儿子 无风不起浪呀 你说 她要是真没有那些事情 那外面哪来的风言风语 你说这孟琪啊 大老远地从美国飞回来 就是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们对他们家有知根知底的 她跟你又是青梅竹马呀 您能不和我说徐孟琪了吗 我懒得和你说的 你 徐孟琪 你 你这么急着来找我 有什么事吗 是有事找你 几个月前的公司聚餐上 夏童和林周一都喝多了 被人送到了酒店房间 据我所知 那天晚上好像 好像什么 好像在一起了 你说的都深的 夏童敢从我手里抢东西 我一定要让她 连本带利地拿回来 你这样 你回公司先请一个星期假 时刻帮我盯着夏童 和林周一的动向 随时告诉我 嗯 嗯 怎么了兄弟 给我倒杯酒 有人为了迫害我和夏童 竟然开始陷害她 陷害 这不是电视里的剧情吗 你跟我仔细说说 我帮你分析分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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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